昨天晚上的10点钟,中国游泳队一行77人在北京天坛运动员公寓正式集结并乘坐今天凌晨的航班,前往格罗斯喀山备战一星期后正式开始的世纪赛游泳比赛。 从北京堆底喀山,全程大约需要十几个小时,中途还要在莫斯科转机。 老师远征周车劳动,对于中国游泳队也是不小的考验。 晚上9点半,大伙早早下楼整理行囊。 而对于这样的长途飞行,已经有多年海外征战经验的孙杨也做了充足的准备。 其实对于我来说,因为也就八个小时,然后外加两个小时的转机,其实十多小时,我觉得还是很放松心态, 然后因为也是不是第一次去比赛了,所以说也是做好了非常充足的准备, 然后也是把身体都是这两天都在调整,然后再恢复。 然后我觉得到喀山会以一个非常饱满,非常一个,非常一个好的一个精神, 去到赛场去适应,然后去,去来迎接比赛。 喀山市锦赛游泳项目将在8月2号正式开赛。 上届市锦赛获得三斤的孙杨,这次将在400米自由泳预赛中率先亮相。 孙杨和他的团队也提前制定了抵达喀山后的训练重点。 我觉得跟包括张教练还有Bron,然后希望会有一个, 就赛前肯定会有一个,就是会有一个改,会有一个改变, 然后就是量也会慢慢减少,然后主动以第一天400的训练会测动点, 会加强一下,然后根据每一天的赛程,然后调整训练。 好,谢谢啊,谢谢大家。 谢谢,加油。 结束了简短的采访,孙杨便行色匆匆地赶上大巴, 在北京盛夏的夜色中告别了我们的事业。 从来没有去过俄罗斯的孙杨,一直十分期待这次的喀山之行。 我们也希望在市锦赛上,他和中国游泳队能够收复一段美好的回忆。